台中市议会耗资了有26亿来兴建 台中市议政大楼启用才半年的期间 没想到碰到苏利台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意识听的天花板水流不止 结果出现了像瀑布一样的情况 吓坏了所有人 怎么会这样公共品质是不是出现了问题了 市府解释说 是因为天花板的排水孔被树叶都堵住了 才会漏水 这不是水舞秀 议政大楼变瀑布区 每一盏灯都有水柱从天而降 副议长接待是天花板还崩塌 强力吸水及出动 意识听理重金铺设的红地毯湿搭搭一片 清洁人员忙着收拾上后 好累啊 怎么会这么多水 天上掉下来的啊 怎么漏水这么严重 这样我们才有工作啊 集水桶水位迅速上升 但无奈怎么水永远吸不完 卫生纸一碰到地毯 瞬间全湿还能拧出水来 难道26亿打造的台中市议政大楼这么脆弱吗 空中花园积水 所以沿着墙面就到了 这个我们斜屋顶这个范围 那斜屋顶范围刚好是一丝丁的屋顶 这两个排水孔被阻塞了以后 它的这个漏斗它自然会积水 积水积到一定程度的以后 它排不出去 它只好从旁边的这些灯管灯孔这样子排下去 圆弧形的中空设计 两个小小的排水孔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才会酿成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的惨状 一阵大楼启用半年 才遭遇第一次台风就惨不忍睹 令人忧虑 未来遇到台风 该怎么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